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余先生,現在在這個疫情之下 應該是在我們有的歷史上 應該是第二次的 上一次在1918年、1919年發生了 聽聞的紀錄好像是遲早了18個月 有三波 相信在我們現在很多的聽眾層面上 當時都沒有經歷過 這次應該是人生之中一次大的經歷 全世界大流感的發生 看來全球的醫療制度都已經崩潰了 因為實在的人數太多了 剛剛聽聞好像在有些國家 好像意大利那邊 因為死的人數比較多 連那個怎樣處理屍體 都已經做不到失控了 要火葬都要排一大輪 或者要怎樣處理屍體 有聽聞又是說把貨櫃箱 甚至乎是說流冰牆 我們做了些停屍間 這個疫情似乎好像 不可以在一個控制 很失控的情況之下 我們只可以做到什麼呢 政府就是教別人 勤勤洗手 不要跟別人接觸那麼多 要自我隔離多一點 還有要休息多一點 就算現在的人可能就是 家居隔離 HOME OFFICE那些 但是都應該要早些休息 不要一直看電視 或者帶遊戲機 因為不用上班不用上學 之後其實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到 令到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自救到 袁醫生可不可以幫你提議一下 終於我們有新以來 第一次經歷到真真正正的 叫做世界性的流感 叫做Pandemic 有些人說不是的 我以前也有伊波拉 有SARS 有中東呼吸症的問題 有禽流感 其實我們以前也有很多的 以前那些都沒有發展到全世界性 真真正正的 全世界性的流感 只是發生在近年 近代 是1918年、1919年那一次 那次 話說 全球三分之一的人 即30%的人 是受到感染 而死亡的人數 大概是五千萬到一億 現在你也有機會 看回一些紀錄片 說回當時的情況 都看到 跟現在差不多了 醫院就崩潰了 醫療設施根本就沒有辦法處理到 那些病人 死的病人的屍體 都不足夠去念狀 就算墳化牆都不夠用 你看到當時很多時候 那些人一堆堆的屍體 都沒有人認靈 就丟在一起 就是大家 群體撞了就算了 那你看回這個情況 其實現在 今時今日都已經是 又出現了 但今時今日都重複出現了 其實最大的 最可怕的地方 其實是很多國家的元首 還有當局的衛生局長 都承認 其實我們現時 就算包括文明地方的國家 西方文明國家的國家 那醫療設施呢 其實是沒有一個國家 是能夠處理這一類型的疫情的 那好了 那面對這些這樣的情況 那大陸的國家 只能夠做到什麼呢 就是用一個 擁有它 就是用一個隔離的方法 那因為呢 中國呢 是真的做了這件事的 而似乎呢 就是有些有些成效 是將疫情呢 是控制了的 是 但是很多國家呢 就遲遲都未走這條路 但是最終最終呢 都開始走了 嗯 但是一走呢 你已經看到 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是 那譬如你也看到 好像印度國家 嗯 那麼印度國家呢 已經已經看見 原來呢 印度很多人呢 是手停口停的 嗯 那如果你突然之間呢 封曬 封曬那些設施 叫人呢 就是在家裡 不可以出街 首先很多印度 原來很多印度那些人呢 是沒有屋子住的 嗯 他日後去上班 晚上就睡街的 這樣 那突然之間 工作又不能回到 他直接是 吃都沒得吃 那所以你看到 好些網上有些資料呢 就說呢 其實呢 我們就是 流金未殺死我們呢 其實我已經餓死了 是 那所以你看這個情況呢 就是呢 在很多方面呢 基本上呢 你看不到有些什麼 好 就是 像樣一些的解決方法 嗯 那我們說回 就是香港 或者一些文明國來看呢 那 那 政府都告訴你了 沒有辦法治療了 那就是 他跟他說是 沒有藥醫了 那其實這個是不是真的呢 那我等一下 再跟大家 再說真相 他說沒有藥醫了 那還有呢 我們的醫院裡面呢 根本呢 是沒有辦法處理這麼多的 那所以很多的病人呢 就算重症也好 嗯 都要進不了醫院的 嗯 有些是在臨時的地方下的 有些地方就有些 臨時的病床啊 臨時帳幕搭出來的 或者是運動場所改裝的 那其實很多國家都是在走這條路的 那但是 那事實就是呢 在這些任何的 這些這樣的疫情 疫症之下呢 其實是 我們要靠自己 嗯 我們真是唯一的辦法 就要靠自己 嗯 我們聽到很多的方法 最簡單的層面就是 叫你 在家裡 不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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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不要上班 除非是一些必要的 那還有呢 勤勤洗手 不要跟別人接觸 就是不斷地洗手 洗手 那就是 應該看到呢 這些是一個很被動的 很被動的方法 但是這個 第一 是非常之難做 是吧 很多國家 不像中國的人 會這麼乖的 或者日本都可能做得到 但是你看到呢 很多其他國家 根本是不可以做得到的 那所以呢 除了這些這樣之外 其實我們覺得 有沒有一個更加好的方法呢 是吧 更加好的合理的方法呢 其實我已經提出了 其實我經常這樣說呢 處理這些這樣的疫症呢 這些這樣的方法呢 其實呢 是很難做的 還有呢 效果呢 可能那個 結果呢 是更壞過 更壞過 讓那個疫情是發展的 那其實最後一下的方法呢 都是呢 就是 令到 這個疫情 這個疫情之下呢 那些人的死亡率呢 是減得很低 嗯 OK 那 我們一般都有流感的 那流感的一般的死亡率呢 大概是 0.1 就是一千個一個這樣 那現在來說呢 初步估計呢 大概都有 兩個percent 一兩個percent 那有些地方 就更多些 那所以那個 那個關鍵呢 就是 就是我們 流感 我們都 不去 不去用這些手法 來控制它 人們會出街啊 這些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不去這樣做了 就算有時候 叫你戴口罩 不是人都戴口罩的 那原因的 那個關鍵就是死的人多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了解呢 是不是 沒有藥衣 真的沒有藥衣 是不是 我們只能夠用這些 逃避的方法呢 隔絕自己的方法呢 來到過這個難關呢 肯定不會的 肯定這個方法會不會的 當然是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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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國家已經看到了 那些人不可能 即是不可以手停口停 他們肯定會餓死的 那麼所以會出現更多更多嚴重的問題 那麼 那麼所以很多人說呢 就快有大戰的了 就快有內戰的了 美國的國家呢 那些軍隊已經出現了 那麼很快呢 就要控制一些部門了 因為那些部門就會出來搶東西啊 然後打劫啊 這些東西就肯定會出現了 甚至乎有些人预设美国几个州会自己独立 很多这些很恐怖的情境 由疫症连细到在经济上也出现严重的疫情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主流传媒和大部份国家所走的路 说真的不是可行的方法 是很差的方法 是迫于无奈 他们不知有其他方法走这条路 但问题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了解到 其实关键就是死亡率高 记住 如果死亡率不太高 或者有些方法 可以令死亡率接近零的时候 其实这个问题是真的适时解决了 有没有这些方法呢? 我说了的是有的 好 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人肯好好说给大家 我今次就和大家 现在自己靠自己 这个制度是崩溃了 是不可以再帮 是帮得到你们的了 我们自己可以 其实是有很多好的方法 是帮我们可以自己度过这个疫情 度过这个难关的 除了我们一般所看到的 勤洗手这些 戴口罩 还有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有什么可以我们自己主动一点去做? 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些都是很被动性的 是 刚才最近有个朋友打电话和我说 他就说他就中了招了 我就说什么意思?你中了招? 其实是有什么症状呢? 是 是 是 他就说他最近工作又忙一些 他就外面记住 工作忙了 是 没有什么休息 是 然后他就外面吃 吃些纳薯饮食多了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 然后他就开始喉咤疼痛 是 而且咳咳也很厉害 是 而且头部有点胀疼痛 还有他觉得 他呼吸就好像有点紧了 是 他是一个很健碩的人 就是四十多岁 但是平时是能做事的 他就感觉到有这些症状 最重要是他觉得呼吸的方面 是很紧了 不要这么暢顺的 这是很典型的 是 由这些症状 你能看到 都应该是冠状病毒的感染 还有他觉得身体很痒 是 身体很痒 有发烧 喉咙干 喉咙痛 咳咳 还有胸口硬硬 好像呼吸有些紧壁的感觉 我说是吗 接着又怎样做 我接着又吃大量一些 我们公司那些 一向他自己避养的营养补充剂 他吃的ACP ACP就是维他命A 维他命C C杂等等 那么 FIMAC就是空腺 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我们很多病人 其实很少会 需要找我们去医这些流感 我们叫感冒妈补 他们很少用这些 因为我们通常都已经教了他们 遇到这些小问题 一般感冒的问题也好 就算有肺炎也好 我也有很多自救的工具 我教了他们 他们说我没有东西 我就吃了大量的 吃了一些 感冒妈补 ACP 其实是一种营养素 一种浓缩食物 不是很高 不是高分能的维他命 接着他自己就洗腸 他自己在家买了洗腸袋 在这个时候 他就立即洗腸 现在坊间有很多中国的忠诚药 他就去买来自己用一下 接着他就用胶食银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病人 大部分都认识的 因为我们一早都教定他们 所以令到他们 遇到感冒 自己可以搞定 果然他说他用了这个 一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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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是有效的 不是说没有药医的 记住 你不要被人误导 是没有药医 这个绝对是错的 只不过他不肯告诉你 是没有西药医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自然医疗工具 最近已经中医真相揭露了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揭露了 有几个中医的专家 在揭露他们已经有特效药了 这个所谓特效药 个人都找特效药的 这个什么特效药来的 其实是传统的中药 就是中医的配方 它有三个配方 大家相信在网上 大家都已经收到这些讯息 就是说其实是有药 是有办法去医的 没有经常想着 没有得医 没有得医 要等死 还有你记住 很多人有一种错觉 像英国这样 英国最初你看到的讯息 就说 其实我们都 当它是一种 稍为严重的感冒 既然我们没有药医 我们都不会压力去医 所以我就等它 有足够的群体受到感染 例如大概70% 英国人受到感染 其中死亡 现在的估计大概1% 大概1% 2% 然后群体免疫出现了 这个疫情就会过 当然 有些人就算一算数 不行 就是你要死 有很多 40多万 40多万 有没有良心 然后又看到一些 资料出现了 哎呀 这些西方国家的做法 是让你死 中国就不是了 还可以听到 有一个西班牙的 可能是一些卫生局 那些高级的医生 他就在哭 他说 我现在医生很惨 日日回医院做些什么呢 是决定 谁死 谁让谁死 这些工作我怎么做 一来一来 差不多哭了 他就说这件事 是很崩溃 他说 早期就是这样 如果你的年纪大 那些 譬如有 70岁 那我们就 不会让他用 那个呼吸器 就是不让他用 再减减减到65岁 是吧 可能再减减到60岁 看你的年龄 就是决定 你应该死 就是不够你了 应该死 他说得很惨很惨 他就要求 中国政府 我会帮他 他就想着 我们不够这些 不够设施 不够这些呼吸器 这些呼吸的仪器 他就希望有多少些 其实呢 我当时我都已经 我的反应就是 其实呢 他们所需要的 不是中国的呼吸器 那个器皿 是需要中国的忠诚 因为真真正正的扭转到局面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呢 现在才慢慢透露出来 就是中药 我们很简单 你看一下呢 在在中国的同一个国家 在不同的省份 他们的死亡率是很不同的 其中可以看到呢 武汉那时候 死亡率是最多的 但是呢 相应呢 在广州是比得少的 其实呢 分别在哪里呢 他从来都没有说出真相 分别就是 武汉早期呢 还是用西药的 是 是 大家都明白 是没有药医的 英国都说没有药医的 那 为什么中国又有用这些 这样的 其实那些是没有效的 没有科学证实有效的工具 OK 但是广州为什么相应呢 因为广州呢 是经过沙士的经验 因为当时沙士呢 邓铁图教授呢 处于730宗 沙士病人 他的结果呢 是零转戒 即是 不会说那些人 医一下 严重了 又转到其他医院去搞 是吧 零转戒 零死亡 还有零感染 你最紧要 那群中医在里面医的那些 是没有人中招 自己中招的 是零感染 零死亡的 那经验给你看到呢 当时的广州呢 是有这样的经验 那所以呢 可能呢 是广州的中医界 那个 那个影响力 还有的 那所以呢 是一早就用中药医的 那反而呢 在武汉那里呢 那里呢 还是一个高科技城市 那他们就是可能呢 那个经验呢 都是以为呢 中医是不行的 那你看到 有一个老中医 好像张伯丽 他72岁的老中医 那他在那个网上 大家都看到 他在哭哭在那里说的 他说 其实呢 我们呢 是受到很多阻碍的 他认为呢 中医是不行的 没有证实过的 还说这些这样的说话 是不让他参与的 不过 幸好呢 中央政府呢 这次呢 就说明是有一个特别的指引呢 是要求他们一定要用中药的方法去处理的 那结果呢 他就用中药了 那结果你看到呢 武汉呢 你看到的资料呢 那些病的人 那些病的人 感染的人很多 但是呢 康复的人都很多 是是 慢慢的 那你相信看其他国家那些呢 康复的人还是很少的 都是几百下这样的 是不多的 几千下最多 但是呢 死亡的人很多 那你看到的情况呢 其实发生什么事呢 他发生的事很简单 不是说没有药医的 OK 不是没有药医 其实是有药医的 只不过呢 就不是那些 我们所认识的 主流的对抗性医疗的 特效药啊 疫苗啊 那些是没有 一向都没有 以前都没有 现在都没有 将来都未必会有 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其实呢 大家是真的不用害怕的 因为害怕呢 是令到你那个免疫能力 是降得很厉害的 你本来呢 就是你本身的 僅有的抵抗力呢 都受不了了 OK 好 好 那终于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在中国的中医界那边呢 就已经是 令到这个疫情之下呢 都开始有了 那些的处光来的了 好 那这一节时间呢 差不多了 一时间回来 继续我们今天的 自然疗法与理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疫情之下如何自救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网址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理 我们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疫情之下如何自救 袁一生 上一节呢 你就在最后的时候 就给了个讯息 我们呢 就是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是有有有曙光的 我们是有药去去医治的 但是当然就不是临到去病毒才去医治 所以现在我们一般性的 就是为了避免感染呢 大家都会戴口罩啊 洗手啊 甚至乎见到有些人戳了一些乳套啊 或者好像那些防毒衣啊 那些这样的 其实这个这样做法 是不是足够的呢 我相信应该不会是足够的 其实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免受感染呢 那我们起码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指导去阻隔它 嗯 那我们一向都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呢 其实呢 这些病毒呢 不是只是口没地吹入你身体 是 其实在空气中呢 它也可以有浮沉在那里 所以很难是阻挡空气的 好了 那我们就是一步步 有些人都曾经问我们 那你们 你多不多这些病人啊 有多不多治疗 这些一般的流感啊 嗯 那其实老实上你说呢 我们虽然有成 都成三万多个病人的 嗯 我们过去呢 是不是很多这些流感的 是今时今日都很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我们的病人呢 和我们的所谓的 所谓的我们的客人 顾客呢 其实我们已经学会了 就是我们的众生 我一早就能够 像我们这个网头的节目那样 我一尽量呢 是能够教你们 大家如何去保健 如何预防的方法呢 和治疗方法呢 是 就是都教你们了 是的 所以说来说呢 其实我们很少这些病人的 因为呢 根本我们的病人呢 和我们的顾客呢 是很少会中招的 因为他们已经懂得 怎样做 怎样去自己帮助自己 是 好了 我首先简单一点说一说 那我们有八大方法 第一是饮食方面 OK 那我们当然呢 要吃东西要吃得好些 正宅的饮食方法 那何谓正宅的饮食方法呢 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的 其实饮食方面呢 最紧有几件事要做得到的 就是不要吃那么多糖分的东西 是 我知道呢 甜的东西啊 糖分的东西啊 汽水的东西呢 是会 会减低你的免疫能力的 OK 我们的关键呢 是要增强你的免疫能力 首先我们的饮食方法 收获方法先 所以第一 戒糖东西 OK 尤其是隔掉那些垃圾食物 那些 那些所谓那些 即食那些食棉啊 那些这样的 那些制成品啊 反式脂肪啊 煎炸食物 这个就是我们的饮食方面要留意一下 嗯 正确的饮食就是这样的 第二就要有足够的休息 嗯 你知道啦 今时今日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很多人呢就在家里 那无所事事 那做什么呢 那有些人就 通宵麻将 或者呢 看电视啊 看看看看看看 那有些人呢 玩电脑 玩到通宵不睡觉 那这样的 那这个不是 不是够了足够的休息 是 足够的休息呢 是真的休息 嗯 那还有一些呢 在食物方面呢 我都跟以前 大家都介绍过呢 就是食物里面呢 每天都吃了些什么 大蒜 OK 那我们有一集呢 都跟大家介绍过呢 是用大蒜呢 是 和那个洋葱呢 是啦 是啦 那这个大概是 第419集 之前我们419集 是啊 419集 都几个月之前呢 就已经教了大家呢 是怎样用大蒜的方法 那大蒜是抗菌 抗病毒 抗毛菌 三样都搞定了 那一个简单一点的 就除了我们上次教 怎样去用一个烤焗的方法 将大蒜呢 就是焗一些大蒜吃 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用大蒜 再混合一些 有些人不喜欢的味道 混合一些苹果醋 苹果醋酸 和蜜糖 是 那这三样东西呢 你将搅拌机 将大蒜搅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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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的都可以的 是是是 那简单之呢 就用这个工具 就是大蒜 蜜糖 嗯 和那个苹果醋 是 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 就是不要太过 就是在减低的减压所谓的减压 那都是一个心情的减压 心颈减压 那心情减压呢 第一就是不要恐惧 是不是 不要害怕 因为害怕呢 恐惧呢 令到我们的免疫能力 是跌得很厉害的 那怎么可以不恐惧呢 当你要明白真相 是 其实呢 这些这样的疫症呢 是有方法的 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你懂得处理的话 OK 那你就不会那么害怕的了 那还有特别呢 就是要运动了 是不是 那可惜啦 现在那些人呢 就在家里那里 走不了出去的了 不让你出去的 那但其实呢 香港的现在 目前的情况呢 都还好的 就是沙灘道 都还是开的 还有很多的行山径 都不是说 不让你不去的 那些公园还是开的 我所知道的动作是这样的 是 所以这些运动呢 你可以继续去做到 那还有自己的家里都可以做 嗯 好了 当然呢 勤勤洗手啦 那大家知道呢 洗手呢 当然最有效的方法呢 其实是什么呢 是用检碎洗手 就这样翻检 就这样翻检 就现在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就会外面很多用火 用火手 是啊 是搓手液 这些这样的东西 很多这样的化学 那些消毒药水啊 其实呢 第一对那个环境不好 但是呢 对你的身体的皮肤呢 都有一种破坏性 是 就是有些其他的 更加简单 其实就这样拿 拿检碎洗手 那除此之外呢 当然有很多天然的工具 你看到市面 你慢慢会见到的 那我们公司都用一种 一种有机的搓手液 那还有呢 就是什么呢 用一个交性银 交性银 交性银是一百年的历史的了 那交性银呢 就用一些喷瓶那里呢 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喷 可以噴到那个手里 当成一种清洁的方法 就不要用那些 很多化学那些 这样的工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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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陆创意的那个 有机的洗手液呢 其实是很可食用的 那所以呢 就是在家里的 我们就简单 用检水洗手 但是如果有时候 可能要出外的 比如在上班 或者我们吃食物之前 在外面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搓手液呢 噴一噴才去用的 都可以的了 好了 那除了之外呢 那大家都听过 那维他命D 大家都听到 网上有很多资料的 维他命A 维他命D 那当然呢 大家可以 口服 吃一些维他命D 那么那个分量呢 都在医学上呢 都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呢 发现那个分量 都要比较高一点的 是 那通常他建议的用量呢 就是初初一日 是维他命D3呢 就初初用的时候呢 大概5000个国际单位一日 那用它两个星期 那再慢慢地呢 就两个星期之后呢 就减到2000的国际单位 那份量呢 一般的要求好像是400的 是的 那其实这个非常时期呢 可以用回更多一点的 那当然呢 除了那个维他命D 我们进食之外呢 其实一个很好的 维他命D的来源在哪里呢 就是晒太阳 嗯 是晒太阳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经常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听闻 为什么呢 那个流感呢 到那个 到那个 夏天 到那个 夏天呢 就自动会走了 那他们一种的说法呢 哦 因为这些流感是怕太阳的 嗯 那太阳一出呢 明天一月呢 那他就会走了 那那这种说法呢 那这种说法呢 最近开始有被人看到的问题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以前就说 就是那个温带的地方 是的 那现在不是哦 现在伊朗啊 好像印度 已经开始有些了 那这种很热的地方呢 其实都是很多的 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 为什么在冬天流感会多 而夏天会少呢 其实真正的原因呢 是什么呢 是维他命D3 是的 因为我知道呢 在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呢 就会制造什么呢 是制造一些维他命D 多很多的 那这些维他命D 在这方面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 那就可以呢 令到我们身体呢 产生一种物质 是我们的白血球 产生一种物质呢 是Catelicidin Catelicidin 那这个呢 原来呢 是发现呢 这些呢 这些这样的物质呢 是可以呢 是直接呢 是对付这些病毒啊 默菌啊 甚至乎呢 那个肺炉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 以前的人医肺炉 怎么医呢 就是曬太阳的 是没有大药的 是用曬太阳的 那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工具来的 那那在 有一个研究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呢 在 有位 加州有一位 精神科医生 叫Dr. John Cannell 那他呢 就在加州有一间医院呢 是Atacastero State Hospital 一个国立的医院来的 这个医院是 是做了什么呢 是专门呢 是囚禁一些 有精神病的罪犯 嗯 OK 这个是一个高度戒 高度戒严的 的处理 这些 有精神病的罪犯 是 你看看了 那很有趣呢 他发现呢 就是 在他们的这个医院里面呢 他那些罪犯呢 就是 虽然呢 就是 也有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 感冒出现的 嗯 那本然呢 就是 有一次出现 在2005年呢 4月份呢 是一个严重的感冒出现了 嗯 但是呢 他发现呢 他有32位病人里面呢 是没有一个有病的 嗯 OK OK 没有一个 即是他那个 他的医院里面呢 是一个医院的 雖然呢 他的磋 就是他的 他那个 他的病房 病房那些人呢 是和其他有病的 记住啊 是 这个地方 不是只是他们的 嗯 有其他罪犯的 而其他是已经有病的 有感冒病的罪犯 接触过的 是密接触过的 是为什么呢 而他们那些罪犯呢 是没有事的 接着他没有隔离不了 是 那他大家接触了的 但是呢 反而呢 他们是没有隔离 没有感染到的 是 那原来的分别是哪些呢 原来呢 是在他呢 他是用很多维他命D的 嗯 给他的病人用的 是 他可能他的治疗方案里面呢 他就会加上那个维他命D 嗯 那你也看到呢 其实那个关键呢 是什么呢 是你自己的免疫力强 OK 他这个研究就是 这个是一个 在医学集已经报道了出来的 其实呢 当你的身体免疫力强的话呢 你即使接触到那些人呢 你都不会平倒的 OK 我深信呢 其实呢 我们说那个 那个 那个世界性流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1919年的流感呢 那 话就说 三分之一中了 OK 死了是五千多万人 到一亿人 OK 但我觉得呢 其实呢 任何的流感呢 都是会令很多人中招 之下呢 就产生了所谓的群体免疫 是 但我经常有一种的错觉呢 经常说呢 就是三月之下进招 其实那时候 持续了十六个月 十八个月 这麽长的时间呢 是三波出现的 是 你之后以为走了 接着冬天又来了 接着呢 又走了 接着连续来三波 其实很难呢 是说避免得到的 嗯 其实每个人都中招 你记住 每个人都 都接触过的 嗯 但你记住呢 分辨呢 就不是说你接触过呢 你就一定要病到的 嗯 所以我不觉得呢 是真的三分之一人 就是感染的 其实呢 应该是做多个的 大部份都感染的 是 大部份都感染的 不过你记住呢 不是说你感染了呢 你就会一定有病 一定有症状的 这个呢 就有很多的 就是 不明白的 不了解的 整天就要想着 其实 既然是这样的话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那次的流感 只是三分之一人 是病到的 是 还有三分之二的人 是没有病到的 OK 所以关键呢 就是要 怎样令到你的身体 是 不会病 嗯 怎样不会病呢 就是除了我们 现在我们所认识的 这样的 就是企图去阻挡它 接触你的身体 入你的身体之外 其实呢 最紧要最紧要 都是加强你的面应能力 嗯 好了 那我再和大家再分享一些 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客人 是怎样去令到他们 是不会中招呢 是 我以前以为戴着口罩 是可以阻挡得到 其实大家知道了 口罩是一种 一种纺细的物料来的 嗯 其实它那个不是说 小到是病毒都能够 不可能的 因为你不能呼吸的了 那所以呢 真真正要有效去处理呢 我们也都听到呢 其实很多些人的 表面的症状呢 是当鼻呢 有少少鼻闻 就是分辨不到味角啊 是 那其实呢 那个病毒呢 就已经进了鼻孔的了 所以就要求呢 建议那些人呢 就是平时呢 洗手呢 就洗了鼻孔 是 那好了 那当然呢 这个是可以做的 但其实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介绍 我们教我们的学生 教我们的病人呢 我们的顾客呢 教得如何用呢 就是呢 除了你的眼罩 口罩 口罩 是吧 因为很多地方 戴着你就不能进去 现在的餐厅也要 所以很多的场合 你都要戴的 上车公共汽车 你都要戴的 我觉得你就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其实呢 你就将香薰油 嗯 滴落你那个口罩那里 是 因为香薰油 预防这些这样的疫症呢 早年是黑死病的时候呢 已经证实了 大家有机会看到 当时好像十几世 十四世纪那时 那时黑死病呢 死的人很多很多 但有一班人 是所谓十七世纪 那时那个十七 好像十七世纪 那黑死病呢 那些人呢 就带了一个 好像那些鸟嘴那些 那些面具 其实呢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鸟嘴 那个很长的一个 一个 那个空间呢 它是放的 是放的那些香薰的 不同的草 香薰草之类 那就是用香薰去处理它 那我也知道呢 香薰是可以 杀菌的 杀病毒 杀毛菌的 那我们在口罩那里呢 我建议呢 就是滴一滴 在口中间 滴它一滴 一滴两滴 那就是香薰油 那什么香薰油呢 其实呢 在呼吸系统的香薰油 就是Eucalyptus 就是安树 是安树 那也有些是Francincense 乳香 这些全部都是很好很好 那除了这个之后呢 其实呢 一大部分的香薰油 Fyne Pine Fymo 这些这样的 檸檬 甚至简单的檸檬 TG 很简单的 Rose 这些都是有效的 所以呢 所以呢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香薰油呢 第一 鼻子吸下去的时候呢 你鼻子吸下去的时候呢 你鼻子那些所谓的病毒呢 那些冠独病毒呢 那些灌独病毒就有机会处理它了 是 那你在口的时候呢 那口罩罩住的嘛 你便吸下去了 OK 那这个是真真正正是一个真正的保护到你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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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口罩的物料呢 只是可能就是 口水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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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香薰油呢 可以呢 是可以帮助的 可以做到的 那那 那还有一样东西大家都看到了 哎呀不行喔 你的眼睛都会喔 是呀是呀是呀 看呀是呀 看呀是呀 那这些眼睛怎样好啊 那有很多人呢就开始呢 那那些眼纱了 是吧 那那 那 那那 那 那那 那其实呢 那呢 那那些 那些 那这些 那些 那 那些 我们呢 我们呢 用一支眼藥水,简单来说,我们有一种产品叫Oxyrich 其实是一种养分的水,不是双水,不要滴在双水 双水滴在眼中,眼都很慢,记住不是这样的 或者用MSM,胶性眼,这个就当是一种滴眼的方法 这些东西都是明目的,养分是帮助眼睛的 趁这个机会就可以滴一下眼,用这些眼藥水 预防万一真的有在眼中之后,都可以处理它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很多人未必了解的 就是耳朵 原来耳朵都是流感进入的,双方进入的 这个资料是什么时候呢?1928年 有一位医生叫Richard Simmons,一位西医 他开始估计,有机会可能这些病菌,这些病毒 是会由耳朵的耳朵走进去的 好了,这个是1928年提出的 1938年有很多的德国的研究人员 就真的发现,用伤氧水是可以很有效地处理那些伤风感冒的 而这个资料当然没有人能重视 其实他怎样做呢? 他说当你感觉你有些感冒症状,是初期想出现 比如初期,最好在十二个钟头,十四个钟头之内 你就将三滴到六滴的伤氧水滴到耳朵那里 三个百分钟的那些 三个百分钟的那些 三滴到六滴,两个耳朵也滴到耳朵 通常两三分钟左右 这些病毒就会被消灭 这是很简单的工具 当时他们发现有效率是80%那么高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因为是以鼻喉通,是不是? 原理的通道 其实那本身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除了养分可以化解病毒 还有一件事,其实伤氧水的疗法很多 当然很多国家有医生处理这些严重的病患 包括流感,它就会用伤氧水0.3% 好像0.03%很少的 就是静蜜抵住的 用静蜜抵住的方法去处理它 当然了,这些方法呢 我想香港没有什么医生做的 但是在外国,譬如在温哥华 我有一位朋友做自然疗化医生 他们有一个牌子可以做这些滴物蜜注 他们就会用一些臭氧或伤氧水 滴住在身体里 作为一种治疗病毒性的感冒性 是非常之非常之有效的 我曾经所说,在自己个人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工具 可以加强你即时对付即时医治 这些所谓疫症病毒入侵你的身体 是非常之有效的 食的方面,已经介绍了普通食物 还有一个研究呢 其实是一个韩国的科学家 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里面 有一位医生,一位科学家 他就研究了 当时我没有经常说过 那个鸡流感,Avian 这个韩国科学家 当时做了这些实验 他就拿了13只鸡 已经种了脂肪的 通常是死的 就为他吃什么呢? 吃韩国的泡菜 那些泡菜 发现吃泡菜的种脂肪 13个里面 11个是康复的 所以他认为 其实在泡菜 在细菌发酵的过程里面 是产生很多这些 加强身体 简单来说 加强身体的免疫力的物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食物方面 普通食物方面 除了服食维他命C 维他命A 鱼油里面 又有维他命A 维他命D都有 用星 用膝 这些工具 大家可以直接帮助 之外 食物方面也有很多 好了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其实有很多方法 再继续介绍吧 好 一连串 袁医生也帮我们介绍了 一系列 我们不是很被动 可以比较主动 刚才提过 我们的香薰油 在口罩 亦都用过伤害性滴耳道 这些 或者是眼睛的清洁方法 这一节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回来 继续我们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疫情之下如何自救 到时请袁医生 再继续帮我们详细介绍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 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家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六床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三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疫症之下如何自救 袁医生在上两节 已经帮我们 介绍了一部分 我们可以如何自救的方法 麻烦袁医生 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 让我们的听众 继续去了解多些 我们可以用什么的方法 在这个疫情之下自救 大家相信在网上 大家已经有机会 都接收过这些资料 其中一个是什么呢 用蒸气 是 你能看到 简单来说 原来你可以闻一下蒸气 也可以 闻蒸气很简单 最简单的 你看到网上 有个女士示范 拿个茶壶 煲水的茶壶 煲水 煲完之后 那些蒸气便出现 拿手搓搓搓搓 拿口 自己拿鼻子吸 拿口吸 每一天做两次 吸五分钟 其实转转是濕潤一点 一方面是热的 有一种简单的做法 就是用一盆滚水 用面盆 倒一些很热的蒸气的滚水 然后用毛巾套着头 瀑在盆上 慢慢吸这些蒸气的热水 这是非常简单的工具 除了用蒸气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梳打粉 用梳打粉浸浴 或者用苹果醋浸浴 除了吃之外 可以用一种浸浴 或者家里没有浴缸 浸一只脚 用脚盘来 热水 晚上睡觉浸浴 这些已经在外国 已经有很多案例 证实非常有帮助 除了浸浴之外 当然梳打粉可以服用 大家听过节目的人都听过 很简单 用半茶匙 一杯水半茶匙 当水来喝 慢慢摘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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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好了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譬如发烧 那些人都很怕 因为发生烧 尤其是发烧 父母很害怕 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个 在自然医疗里面 一个常用的水疗方法 如何水疗方法 我们要用湿毛巾包住脚 过夜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 第一 那个病人 比如小朋友 叫他洗干净的脚 洗干净的脚 暖晒的脚 接着用薄的脚 最好用棉质的脚 薄薄的脚 浸了一些水 普通室温水就可以了 不用热的 不用冰冻的 然后扭干它 扭干之后 不要滴滴地 穿到脚 接着再穿一对厚厚的羊毛物 羊毛物不是棉质物 羊毛就不会吸水 可以穿着一个羊毛物 厚厚的羊毛物 或者一个不够 多穿两个 接着就让他睡觉过夜 你会发现 在一个晚上 有很大机会 小朋友会大汗 出一身大汗 当然 如果这件事出现的时候 你就立刻帮他换衣 换干的睡衣 你会发现 在这个之后 他的烧就很快就会退消 所以这个是一种 帮助身体自己 发挥的治愈能力去退消 就不是强行拿退消药 现在很多很危险 就是吃亚时不灵的退消药 吃亚时不灵的退消药 吃亚时不灵的 这类的工具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 就是一个很简单 就是一个很简单 家里一般的家庭 都可以做到的一个 的退消 一个一个 的一个 的退消 的方法 可以说是一种 水疗 是的 当然 如果就是说 想保健 增强我们的体降力的时候 在我们大康自然体降中心 一直都推荐了 有一个叫做 体质水疗这个方法 形式上 我们也是用 冷液毛巾交代 敷在我们的前胸 背脊 再加上我们的色光肌 也都用了太空小灵精 用来去调节 促成我们的治療神经系统 这个作用 最主要都是淨化我们的血液 当我们的血液淨化了 干净的时候 流动在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器官的时候 我们都得到一个 是那个增强免疫力的方法 那我们除了 当有些人说 我都没有太空小灵精 这个苏联的科技 我怎样可以能够 去调理我们的治療神经系统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除了我们用太空小灵精 是做我们的脊椎 来做治疗 是加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治療神经系统 做一个方法 就是用呼吸方法 OK 苏联有一个很早年 有一个科学家 提倡用呼吸方法 是处理很多病 包括很多慢性病 包括当然敲蛀 这种呼吸方法 就是用鼻孔交替呼吸 就是用左边鼻孔吸气 然后右边鼻孔呼气 然后下一步 用右边鼻孔吸气 用左边鼻孔呼气 很简单 就是用手指 按住一边 塞住一边 那你便吸 比如你塞住左边 吸右边 接着吸了之后 你放气 呼气 按住右边 呼吸在左边鼻孔出 原来这种呼吸方法 是会令到你的调理 你的治療神经系统 这个是一个简单 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方法 OK 还有一个工具 有些人可能都未必 自己留意到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是用口呼吸的 尤其是睡觉 对不对 所以当你 有些人觉得 你睡完一觉觉 你好像没有睡 那样的 因为常常都是 他们睡得不弱 精神不够 尤其是有些人 就是整晚打鼻寒 出现睡眠窒息 这些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怎样可以处理呢 其实我有些很简单的方法 我有一些 公司有些特别的 那些膠布 那些膠纸 简单来说 是令你睡觉的时候 封住口 OK 那就令到你 不要抹大口 来吐气 那你发现 原来 你封住口 吐气 你用鼻子的吐气 你会吸得深入很多的 而且在这种吸气方法 你会制造很多 我们叫做 nitrid oxide 是 是氮化氧的 你知道现在市面 很多这样的工具 就加强你的nitrid oxide 对很多方面 通胃血管 增撑 增强你的性功能 之类 很多这样的说法 那其实 其中一件事 其实我们试试 就是用鼻咯 来做呼吸 尽量在鼻咯 去嘴唇 那些病毒是殺了它,消滅了它 還有一個最重要最有效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增強我們自身的免疫能力 有些工具其實我們都在我們的網台 以前都介紹過給大家聽 一個最簡單的就是橄欖葉 橄欖葉在478集 我們都已經跟大家介紹過 詳細的資料可以大家去聽一下 很簡單,我們平時作為一個預防工具 我們很強調盡量都是用食物 雖然我們開始坊間很多資料是中草藥出現的 但始終我覺得中草藥是一種藥 你真的有症狀,你真的覺得感覺上有症狀的時候 看不同的症狀輕重,你就用中草藥去處理它 其中一個工具 但我覺得平時作為一個簡單的預防 進而有事做完治療的 其實用食物是最好的 因為為什麼呢? 身體是百分之一百食物做出來的 你記住這個簡單的道理 所以身體有什麼需要維修呢? 最合理的工具,最合理的工具 都是食物,等於你將傢修是木造的 如果壞了之後,這個木傢修 你用什麼材料去處理它 當然是用木,你不會用其他東西 所以記得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醫食同源這個概念,一直都在這裡 我建議平時一家人也可以 這些工具不是很貴的 用橄欖葉,其實每天喝兩三次 每次大概用普通的一湯匙 一茶匙,一湯匙 或者可以用你自己的水瓶 現在香港很多人都有好習慣 喝多點水,非常之好 在水裡面可以加這些橄欖葉的精華 平時這樣喝,可以說 除了可以預防之外 還有機會,就算你中了一招也好 你也是沒有症狀而保得回 記住這件事 這個在我們詳細的資料 大家可以聽一下 第478集 另外一個工具就是摘骨木 摘骨木的漿果 是一個elderberry 其實摘骨木也在我們網上 479集 也有詳細,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其實一樣的道理 摘骨木對呼吸系統的問題是非常之好 尤其是包括肺炎 三分仔鼻塞,三分仔發燒 其實這是一個自然界的 已經存在了一種食物 當然elderberry 不是一般人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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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就是橄欖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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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就當水來喝 這個也是很好用的工具 當然這些工具是非常之多的 大家最重要是肯去用 你就會做到非常好的治療效果 好了,在我們總言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段時間 在總言,其實我們都未曾有很多抗生素 這些藥物 遇到這些流感 遇到這些肺炎 包括非典型肺炎 非典型肺炎 其實基本上不是細菌性的 是一種病毒性的 都佔流感裡面 比例上我都不記得多少 總之是有很多感冒的 是有很多肺炎的 原來早期在美國 有很多醫生 是採用一種光療肌的 我們用光療治療 即光學治療 是醫了很多嚴重的 敗血症、流感 肺炎、肺炎等病 其中我手上有些資料 是有些臨床上的經驗 差不多是100%可以的 非典型肺炎 100% 那些所謂一般性的 氣管性、肢氣管性的肺炎 100%可以的 即是這些工具 用光療都可以的 那怎樣做呢 是怎樣做呢 照一下燈 是不是就這樣用光照一下燈呢 灑太陽的大什麼分別呢 原來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的 他就把病人的血抽出來 視乎你的體重 是不同的方法 可能抽你50-100cc 然後他用一個紫外光 紫外燈去照一下 你都射血 大概30秒鐘而已 然後把那些血注射回到病人的身體裡面 他發現這些治療呢 可能一個小時到什麼都做了 是 那一天做兩三次 這些這樣的非典型肺炎 就全部醫好了 那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用光呢 都可以驗到這些很嚴重的 很多我們叫septosemia 就是敗血症 通常在西方醫療是很危 就是沒得救了 是 沒得救了 就是你身體已經退化了 神也壞了 肝也壞了 全部壞了 那些血就全部都是敗血 就是堕累不了壞血 那其實呢 用這些方法呢 都有很高的成效 OK 那好了 但香港應該很難找到 有這些醫學幫我們做到這些 這些工具呢 其實呢 在蘇聯還很多的 有一位美國醫生呢 是William Campbell Douglas Campbell 那他呢 就在總言呢 是去了蘇聯 1991年 蘇聯瓦解那時候 那他就去了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 就探訪過當那裡的醫院 他發現呢 雖然呢 蘇聯那個醫學的設備呢 是很落後的 但是呢 他們也有很多醫生呢 是進行這一類這樣的醫療的工具 那麼他發現呢 其實都有的 那麼當然呢 在美國呢 在做這些工具的人呢 其實不多的 但是我自己呢 在總言呢 曾經去溫哥的話呢 就學過這個方法的 嗯 那就是學過那個 怎麼用臭氧啊 怎麼用光療啊 其實做的方法 不是那麼複雜的 只不過將血抽出來呢 用光呢 紫外光去射射它 那樣 那麼現在其實呢 有其他的方法 因為光療呢 就不一定要 抽血紫 用紫外光射的 其實有一種方法呢 我們總之能夠用一些 很純的光 譬如有一種紅光 是 它大概是一個很純的紅光 那麼呢 就用一個一個儀器呢 一個德國做的儀器呢 是 用手拿著就可以了 因為夾著手 那麼它就利用你手指那裏 裡面呢 血管經過的手指那裏呢 就這些純的紅光呢 就射到那個手指那裏的 那麼其實呢 也都是進行了一種光療的作用 那麼這個呢 原來大家有這些工具呢 那麼我們很多病人都有的了 那麼平時呢 就拿著這個機呢 那麼整間都可以 是 每人用20分鐘 或者用多一點時間 其實都是絕對 都是可以的 那麼這個就是我六創二的那個活生機那個這樣的了 就有這種的工具了 那麼大家可以呢 我也有很多年了 那麼也有很多我們的客人 我們的病人呢 都已經買了回去呢 那麼所以呢 是自己在那裏 就是幫助自己 保護自己的了 OK 那好了 那麼我現在講的那些工具呢 就是可以這麼說呢 可以預防得來呢 就是讓你不會病倒了 簡單來說 是吧 那麼是不是 如果我們有這些工具 如果大家普及地大家懂得用的時候呢 是令到那些人呢 就算接觸到這些所謂 冠狀病毒也好 感冒病毒也好 什麼都好 那麼 而他不會病倒的 那麼跟著呢 你接觸到呢 你的群體免疫一樣會出現的 是不是 你不是在這裏病了之後才會有的 那麼你接觸到的 你心裡處理過 那麼你便會有群體的免疫 那麼就是說呢 在不用很多人死之下呢 我們都可以令到這些群體免疫出現了 令到這些病毒消失了 OK 那麼好了 那麼當然呢 我們預防還預防 但是如果真的有事起來呢 我怎麼去治療呢 那麼其實這個地球上 很多很多好的方法的了 那麼終於呢 中醫的方案呢 出現了 沒錯 開始亦都公開了 亦都公佈了 亦都公佈了 那麼我相信呢 會越多人就會了解 那麼我一聽聞呢 在中國呢 已經送了大概五千幾盒 每一有兩個方的 每一有五千盒呢 送給香港的中醫界用的 OK 那麼就是說呢 你真的遇到問題的時候呢 我還是有一些很有效的治療方法 就不是說是沒有得醫 沒有得醫 沒有藥醫 沒有藥醫 OK 那麼我們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我在2003年的時候呢 我就教了一個課程呢 就教了大概五個小時左右的 那麼就教大家呢 如何用同外療法呢 是處理當時的流感 OK 那麼我最近呢 也都教了一個課程呢 就是如何用同外療法呢 是處理一些所謂的肺炎 那麼 那麼其實呢 我都 我曾經都想過呢 有很多的學生都想著呢 就當是 吃著這些療劑呢 當作是一種預防呢 那麼我覺得呢 暫時都不需要這樣做 其實呢 因為這些子彈呢 就是先儲著 不要亂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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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真的有症狀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就可以用這些工具了 那麼 那始終呢 我們學生呢 都學過人也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呢 我會下次跟著呢 我就會在這個節目裡面呢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公開分享一下 我們在過去呢 我們同外療法醫生 其中一個是Dr.Bolin 是一個很出名的醫生呢 他在醫院裡面呢 是用同外療法呢 是一個很多很多很多宗的 肺炎的病人呢 那我就會將他的經驗呢 就跟大家分享的 嗯 大家學了之後呢 那知道了呢 就算你真的有症狀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用一些 是已經過去呢 是證實非常之有效的 同外療法的醫療 那個肺炎的方法 嗯 嗯 好 始終呢 在任何的情況之下 我們自己的自身免疫能力 是高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需要再擔心那個 就是那個被感染啊 或者是怎樣做那個 防疫措施啊 或者是的 的情況之下呢 被那些疫症呢 去攻擊到我們自己的 那昨天呢 袁醫生朋友介紹了那些的產品啊 那些東西呢 其實在我們的健康店呢 一直都有出售的 那希望大家聽了之後呢 就可以呢 是好好地做好自己的 預防的工具 啊 政府一般所說的 口罩啊這些呢 是比較是被動式的 是我們會繼續做 但是最終目的是 要在我們自己身體內部 裡面增強那個抵抗力呢 才是可以呢 達到呢 一個百病不侵的時候的 那就算就算可能呢 真是被被感染到的時候呢 也都已經有一些呢 是成功的的的的的的的藥物啊 成功的方法呢 去治療的了 那所以呢 希望聽到我們這個節目的聽眾呢 就可以有一個安心一點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健康都是自己去創造的了 不要想著依賴一些什麼的特效藥 那些東西這樣 好今天很感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回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記得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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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